我很高兴 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的名称叫做 我把它放大一下 OK 我就不把它全英文 这应该看得到 这个因为投影机还蛮新的 这亮度应该还OK 首先的话我们这门课程 主轴大概有几个 Essal VBA 网路爬虫 跟那个图表绘制 所以基本上重点应该会有四个 第一个重点就是Essal 然后Essal的话比较 应该算起来比较不包含到程式的部分 Essal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就函数 所以至少你遇到一个问题 你如何找到适当的函数解决 其次的话还有就枢纽分析表 跟那个枢纽分析图 OK 那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其实也不用写程式 但是问题如果你将来希望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也可以像VBA程式结合的话 那一样可以加进来 只是说后面我们会讲 只是说难度又更高 所以有些事情假设简单的话 你可以思考 我不要写程式没关系 但是那个事情如果很复杂 我建议你还是要试着把对应的程式给写出来 那只是说要怎么样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这件事情完成 这个后续我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其次的话就是网路爬虫 网路爬虫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能会针对第一个 你要先了解你要抓网路上的什么资料 目前网路上最常出现的资料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类似像什么 就是CSV或TST 就是那种纯文字档案 假设客户放资料在云端或网路上面 你要怎么把它爬下来 第二个的话像XML 或者像什么Jetson 类似像这张格式 那最常被再其次的话 最常遇到就是网页 就是HTML 不过以难易度来看 这个HTML的难度应该是算最高的 HTML应该知道网页 网页如果你假设 如果你假设你们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在网页上面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那你可以看到 那个背后的原始码 真的相当相当的复杂 所以我们按部就班 分别的从比较简单的资料 爬取 再渐进的越来越复杂 不会一下说讲太困难的东西 不然的话 很多东西可能就投降了 当然你把这些资料下来之后 其实最重要还是最简单的 还是可以把资料给图像化 所谓的图像化就是说 你说这么庞大的资料 Big Data 你如果假设直接给老板 或者给客户看 他应该昏倒 你给我这些东西 我哪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意思 所以最后的话 最好可以帮他画个图 有没有 如果假设跟时间有关的 你画个折线图 有没有 时间跟数量 你画折线 你就知道说最近 某些资料的变化如何了 比如说最近物价实在是长太高了 你画个图 你就马上知道多高 OK 一目了然 如果跟数量有关 你弄个直线图 或者是圆形图等等的 诸如此类的 但是 要怎么做 比较简单 基本上 在Excel里面 其实本身就有提供很多 绘制图表的功能 除了枢纽分析图之外 其实Excel本身就有图表功能 但问题 如果你假设你的图表很多 比如说你可能要画100个图表 那你不可能说你每次都要插入图表 然后自己再去选范围 然后产生图表 那这样很浪费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样 绘制图表部分 一样可以再结合VBA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想要画 假设汇率好了 假设你从网络上download下来 比如说至少几十个汇率资料 那如果你要画几十个图好了 你总不可能一个慢慢来吧 那如果你会写VBA程式的话 就可以很快的 把那个图表给绘制出来 那这个绘制图表部分的话 这个后面我画一些 细节部分还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那画出来的话就有点像是 现在还蛮流行的那种 像Power BI 如果各位有用那个类似的工具 有点类似 但是Power BI 有个缺点就是它里面没办法写程式 变成说如果有些资料不能满足它会市的需求 那你可能还是非得要写一点程式去把它做一个调整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底下这课程 那底下这个就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那你可以 网路上搜寻 其实应该蛮容易找到我相关的资料 那因为我在网路上其实 除了我的YouTube频道之外 那我的脸书专页 然后还有论坛等等的 其实资源其实还蛮多的 那待会的话我会稍微简介一下 然后参考资料等等的 课程简介 首先的话我底下 课程内容大概原则上就这些 我的预估 反正就是之前 前面跟大家提到的 包含就是说怎么做一些爬虫 所以总共有几种格式的爬虫 包含CSV、JASM、XM 那怎么样爬会是最简单的 其实当然爬资料 Excel里面其实提供了很多的方式 所以就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还是一下不要讲太困难的东西 所以也许我会先挑比较容易的方法 比如说里面在Excel里面 有一个叫做Query Table的物件 其实Query Table还蛮简单的 因为程式码很少 你只要套用 所以我的程式码 蛮大一个部分 会提供给各位类似范本 范本的一个程式码 我会跟大家讲说 这个程式码 其实你只要改动 例子上参数 改大概两三个地方 就可以把你要抓的资料快速抓下来 不过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我也会说明一下 可以跟你讲说 这个Query Table 它有什么优点 它有什么缺点 OK 其他的 有些资料如果比较复杂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用像类似 就是Query Table 去抓 所以可能就是要用其他物件 比如说像什么 HTML File HTML File 这个物件 其实就是可以抓网络上的资料 后续甚至可以再抓取网页的资料 但是你要抓网页资料 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的容易 主要原因是因为 网页上面的资料 它背后你看到的其实是 它已经帮你做转换的结果 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背后其实都是原始码 所以如果你对原始码不熟悉的话 那将来要抓取资料 就会是问题 OK 所以后面的话理论上我们会 按部就班先从简单抓资料开始讲 然后慢慢就是再来讲有关HTML 其中当然后面还有所谓的什么 Gate跟Post 不过这个Post 这个后面我们再讲 就是说你们再来可以观察一下那个网址 比如你要抓的资料 上面其实有一些 一些要点你可能要观察 如果那些后面我们再谈好了 那再来其他就是说 你资料都抓下来之后 那是不是说可以利用VBA里面的一些程式 快速的帮你配置一些图表 类似像Power BI那种 像什么Gashboard 就仪表板 可以马上帮你把图画出来 那你就可以直接假设你们公司有那个大的 这个电视投影墙 你可以把它投影上去 马上可以知道说 最近公司的哪一些比如说产品的资料 马上可以 可以显示在那个图表上面显示 如果老板想要先 想要看一下就是说公司的一个 这个一些相关状况 直接就可以看图就好了 我想应该老板不喜欢看一些detail的数字吧 你给他看太细的东西他可能会昏倒 你直接给我看结果好了 最好可以图 那我切切切 我就可以看到 这个公司的所有状况 那就一目了然 是最好的 但是要怎么做 我想后面我们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那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了 所以我们再简介一下 那接下来我先简介一下我自己了 因为我自己不需要太花时间 反正你Google应该很容易找到我 尤其你找Excel VBA 教学 或者是你在YouTube上查 里面大概一堆我的影片 但是比较完整的还是上课 因为网路上面的影片 大部分我的分享主要是针对上课的学生 做比较有系统 所以上课学员可能会比较能够得到完整的 有系统的上课影片 但是YouTube上面的影片可能就片段 所以有蛮多同学好像就是上课 看那个片段片段的影片 但是常常看到重点 没有了 然后又要找下一个影片在哪里 然后一直找一直找 感觉好像 就感觉永远学富完的感觉 所以倒不如我们有系统来说明会比较好一些些 其次的话 因应这个课程其实为什么会有类似像这样的课程出现 其实主要也是因应未来的趋势 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很夯的像AI CHAR-GBT 一堆人在用 其实这个就是未来的机会 而且你会发现一下子 夯得好快 其他还有像大数据分析、云端、人眼辨识 其实就影像辨识之类的 甚至像电动车、像Fintech、像金融、科技等等 其实背后你会发现有共通点 就是都需要程式设计 如果你不会写程式的话 后面很多东西就没办法walk 像AI好了 CHAR-GBT 其实背后也都有一堆程式 所以如果你假设想要了解AI之前 至少我觉得你可能一些基础的一些程式语言 恐怕还是不可能、不可免 简单简历 如果你要找到我的相关资料 Google 吴老师教学 其实应该可以查到蛮多的 然后有部落格上面 我其实超过上千篇的教学文章 还有我的YouTube频道 现在订阅人数应该快三万九了吧 OK 不过我YouTube上面其实没有像一般网红 有一些搞笑的影片 你不要有任何的期待 因为里面只有上课 就像这样的影片 顶多就是说我会出现 但是我会出现在右下角小小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没有型男 其实你会发现网红要订阅人入高 最快真的要是 好像女生会比男生更有利 因为我看很多那个网红男生做得好认真 看他订阅人数奇怪 好像连破签都很困难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女生就不一样 女生在网红的世界里面 好像就比较有占优势 我看他其实好像真的内容也不怎么样 但是他已经破万了 而且还破十万了 真的有点泄气 所以我另外有一个 我蛮熟的一个老师 他也是拍YouTube比我晚 可是他订阅人数居然超过十万 他是个女生 不过我其实没有性别歧视 我只是说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还是因为他讲得比较柔性 而且他比较能够贴近一般人的需求之类的吧 我不知道 不过我看他影片真的蛮认真是真的 他很认真在拍影片 另外的话 我有很多的业界的经验 然后也担任一些命题、审题、月券的委员 所以我最近蛮多机会 很多企业内部他要找员工 就是直接考他以私有跟VBA 不过这好像因为有保密协定 所以我不能说哪些公司 其他的话在一些学校有兼一些 类似我们现在的课程 也拿了一些奖项之类的 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OK 他有参与一些演讲 反正就是一些奖项 我自己证照也是一堆的 包含就是Excel类的、Power BI Python 当然还有其他的 不过现在我主要还是以 程式设计的课程为主 目前我证照应该有超过30张 那我的频道 其他的话就是参考书目 其实参考书目我是建议 我们附近好像蛮多书店的 我刚才去成品 其实里面也蛮多的 我建议各位 如果你想要 比较完整的学习 我建议你可以多方面去看一些相关书籍 目前来看好像现在电脑书最多应该是Python Esser好像居次 不过我是觉得 Esser 他有个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 他出现 Esser出来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 但是30年内 也许他不是最top 最热门的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退流行 蛮妙的 你说像Python 他流行也是这几年吧 大概这五年 大概红一下 但能红多久 我不太确定 因为大概我十年前教最多的不是Python 十年前教最多的应该是Java 可是Java这个语言 现在应该学得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大概知道一下 也就是你学个东西 我是觉得不一定要趁热度 因为有时候说这个热度能够持续多久 当然如果以Esser来看 他应该还是会再红下去 那你说Esser是不是最好的软体 其实他的缺点还蛮多的是真的 只是说你要知道他有哪些优点 有哪些缺点 缺点你可以把它避开 这一点我觉得倒也是使用工具的一些注意事项 我刚刚有提过 我尚不会录影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反正如果我有实作的动作 我会把它录下来 然后如果假设你有些地方跟不太上 没关系 我是建议你就看影片暂停 你倒带都没关系 反正你就照着做 绝对做得出来 应该没有做不出来的道理 其实有些程式是这样子 差一个地方错就是不行 你不要说自己用自己 好像自己想要改 其实跟各位讲 还真的不能乱改 你说老师我是不是可以用我自己的想法 来去写程式 跟各位讲很多东西是规则 规则就是follow follow你不能随便乱动的 你说老师为什么不能动 人家定义这样就定义这样 除非说你自己去重新设计一个全新的软体 不然的话你就是要按照别人的规范 你就这样做就对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 漫长同学问到就说 老师是不是可以怎么怎么样改 我说 当然你可以改改看 大部分应该是不行 底下我就 其实是会懂 其实就当然很困难 所以我也把它录下来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可能要注意一点 就是程式一定要完美 也就是说特别注意 你们一定要 那将来在写程式的时候 千万不要就是习惯不好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程式没办法执行 大部分都是很容易就小细节没注意到 尤其是打错字 那只要你这个程式没有一个地方有错误 才能够执行 一个字都不能错 所以你要想办法 当然我也知道说很多同学乱乱不出来 那怎么办 我有把可以转 可以转 我自己可以转的程式 全部都放在云端上 所以刚刚我们有给各位一个云端支援 上面就会有完整的程式 那你只要你转不出来没关系 有个方法 你先复制我的贴到你那边去 那你先转转 可以转了 那你再做一遍看看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我的程式 贴到你那个错误的程式下方 比对看看 马上可以找他打 千万不要乱踹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太浪费时间了 每天在那边乱踹踹 踹一百次 一百次你还是错误啦 OK 所以不需要浪费那个时间 对的事情一次就对了 OK 我的习惯也是这样 我不会在那边乱试 反正对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我程式写完 对了我就把它记下来 就是这样子的程式 好处就是说我下一次就不用再浪费时间 再慢慢在那边try 真的是 那有很多程式写出来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会把它记录在云端上面 那上面理论 这个我上面云端上面的程式都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 应该还蛮有我自己的风格的 OK 另外的话 程式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啦 你可以改 你可以试着改一改看 但是不能乱改 你一定要改的符合它的规范 前提是要符合规范 你不能说我用我自己想的方法去改那个程式可不可以 理论上应该是会有问题 OK 所以大概有这些基本概念 以后再学习这些东西 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发生 这个大概先跟各位说一下 其他的话大概 上课我刚刚有提到 一样我会上传到YouTube 并且会建立YouTube的播放清单 那个清单就是说每一段影片 然后我就会一个section一个section 这个清单的话只提供给上课学员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上这个课 基本上你就不会得到这个资源 那我会放来就是我们的Google论坛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 获得这个上课的影片的话 请你就是自己再加入到那个论坛里面 不过可能你要告诉我一下你的名字 我要确定说你是上这门课的 我会帮你加进来 那里面的云端的资源 我刚刚有讲义 讲义其实就云端白板 然后里面有城市等等的 那其实我提到 这边有提到就是 所有的城市 都是我自己写的 OK 每一个城市 都是我自己写的 我不是拿别人的书来造的抄 我是自己把它写出来的 哪怕我是参考别人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会改一下 因为说真的别人的城市 我当然看不习惯 我会尽可能改成我自己习惯的写法 OK 后面的话有一些参考书 如果你们自己 可以自己找找看 就是像这两个 一个是什么超图解 不见了一定要这些书 我是建议如果假设成品 或者一些书店有 跟VBA相关的 你们也可以自己再去找来看看 增加你的基本知识 不过大部分说真的 坊间的书籍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看完之后 你还是写不出来 因为像下面那一本书 曾经就有一个学员上课 他就拿这本书来问我 他说老师这本书是不是适合我 我看了一下 因为我有翻 我说这本书写得太深了 好像比较适合我 于是乎他就说 好吧老师因为这么觉得 老师这本书就送给你了 所以我家真的有这本书 是那个学员就送给我 因为他买了之后他真的看不懂 所以他就拿来问我OK 所以坊间的书籍是这样 写得真的有点深 但是我强调真的做出来比较重要 所以我是把我看到的结果把它做出来 然后你们尽可能就是照着操作 反正会做比较重要 不然有的时候叫你直接看书 把城市写出来 那真的是强人所难 OK 而且我发现坊间书籍还有一个缺点 尤其日本人写的城市 真的太啰嗦了 本来明明可以写个三行四行就解决了 他就要跟你写个几十行 写的真的很多说很多很多 像我的习惯是不需要的通道砍掉 我前提是我知道哪边可以砍 因为我知道规则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规则 你不能随便乱砍 大概是这样 不然城市一定会有bug OK 其他还有这些 VPA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其实这也是蛮爽动的 但是我是觉得确实是这样 就是一键你这样把城市写出来 那你的报表就等于是自动化全部帮你完成了 这个绝对不是天方夜谭 这个是每天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懂得用城市呢 当然他的效率就绝对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不然的话有的人每天还在加班 但是你一下就做完了 大概相差我是觉得整体就会差距蛮大的 还有像资料库的 还是说到时候我会把这个简报也提供给大家 把他放在云端上面 你们再找找 我上课我刚刚有提到 我目前交比较多的就是以Sale VBA 然后以Sale VBA到Python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有关Python的证照 其实像现在也蛮 Python现在很夯 所以有所谓的Python相关的城市语言跟爬虫 他其实也有考到爬虫 那底下那两张证照我自己都有取得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当然如果你假设想要更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的话 不妨你也许还可以再学学Python 那其实两者之间对我来说 其实蛮多是相近的 而且两边是相通的 那你说哪个好 我是觉得反正可以解决问题都是最好的 只是说你可以视情况而决定说你要用哪一种方法去解决实际上的问题 那我们教学目标当然会开箱这样的课程 主要就是说 第一个提高工作效率 自然不用加班 然后工作自然会比较惬意 因为有些人其实每天事情都做好像很多 但是他奇怪好像他都没有在做事 可是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就好像都做完了 奇怪 我是觉得应该 至少他应该有把程式学好还是怎么样 第二个话就是培养VBA的专业 至少你将来要升迁或转值 其实就有更多的筹码 再来的话培养 目标基础至少 以色列的函数我刚刚提到 然后以色列的函数如何提升到VBA 然后录制聚集 这个录制聚集很重要 因为VBA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如果你假设有些程式不会写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用录制的 录制完之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看懂聚集到底帮你录了什么 然后你要编修 也就是说你是可以把那个聚集做一个修改 像我的习惯是录下来有些不要的我把它砍掉 然后留下我需要的部分 然后再结合我工作的需求 比如说我可能要重复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那我可以在这个聚集外面再写一个回圈 让它重复执行 比如说我不会绘图 那我可以把绘图的那个动作录制下来 然后因为我要画的图可能有画一百张 那我就跑一个回圈 让它跑一百次 而且告诉他说我的图应该怎么放 他就可以自动帮我把图放在我指定的位置 就自动完成我需要的结果了 所以这个录制聚集也是Excel的一个特色 因为像Python就没有录制聚集这个东西 如果你假设Python有些程式不会写怎么办 那就没办法 你一定要自己 不过Python有个优点就是Google 你可以Google查一下 可能网路上会提供给你一些多一点参考 但是Excel的优点就是可以录制聚集 其他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包含就是说你至少要学会一些VBA的重要使用技巧 什么叫变数 什么叫回圈 什么叫逻辑 可能至少要了解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可以把Excel当资料库来用等等的 其实你说Excel是不是资料库 其实很多人会问 其实理论上Excel应该叫做类资料库 它的产生其实主要刚开始不是拿来当资料库用 那为什么Excel会夯起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料库太难用 但Excel很好用 Excel它的基本架构拿来当资料库是可以的 只是有个缺点就是没有效率 OK 所以跑起来会很慢 那你说老师那我不用快啊 因为我平常工作上用就好了 第一个它效率可能不好 第二个的话 它的资料比数也不能放太多 因为你会要一个工作表 最多如果是2003以前的版本最多只能65536 也就6万多笔的资料就是极限的 但是如果2003以后的版本 它就大大扩子 它最多可以变成1048576 也就变成100多万笔 所以老师100多万笔的资料量够不够呢? 其实坦白讲 如果以这个大型资料库来看 100多万笔资料 其实有时候还不够 因为有时候一下100万笔一天随便就满了 但是如果你只是办公室需求的话 100万笔 太够了吧 OK 所以为什么以色尔受欢迎的原因在这里? OK 所以你也不要说你要无限上纲 对以色尔好像一定要跟什么其他资料库比较 或者说跟其他比较 其实他不是要跟他比较 而是说他主要是能够满足你工作上的需求 其实我就觉得OK 但是你要知道说他有缺点 你不能说你什么东西通通都把它用到极限 就像说你骑摩摩摩车很方便 但是你骑摩摩车你不能载太多东西 你不能说我要载货物 也可以 前面放一点东西OK 但是你要放一个家具不得了 那可能会上新闻 或者说你也不能载很多人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他就是轻巧 他的优点 他的缺点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放太大量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太大量的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去找货车 有没有类似机车不行 你可以换个货车 如果你要大量资料 我是建议的 你可以用微软的那个SS 有没有 SS其实就可以 你要几亿笔都没关系 他也可以瞬间帮你跑完 但是你说几亿笔 你还是不要用Excel 说真的 所以量力而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其他的话就是 Excel里面他当然有提供 就是下载网页的功能等等的 这个部分是比较是属于基础的 那进阶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后续会提到的 不过可能在课前面 也许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大家的程度 可能一下子讲太深 看应该很多人会招叫 所以我们也许就按部就班 前面也许先讲讲看 如果大家已经慢慢可以 衔接上的话 那慢慢我们再往前推进 这样可能按部就班 比较能够学得到你要的东西 OK 不过这个我想还是有一个弹性在 你们也可以随时让我知道一下 你说老师 你讲的东西太简单了 我都会了 你可以再讲一些比较深入一点的东西 让我随时知道一下 OK 前面大概是这样 然后底下其实还有一些 就是说我们待会就是要来实际上的一些案例分享 不过我们也许先休息一下 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接着进去来看